哈喽 大家好 我是刘姐 今天又回老家了 看我老妈养的在江西腊 粉豆排名 现在正好大批的排 粉红粉红的 红的娇艳 看得漂亮 春天重 现在就是秋天凉快了 开始大批的开 现在九月里了嘛 开的正是旺盛 非常的漂亮 这个江西腊特别的好养 春天栽种着就不用管它 也不用施肥什么的 现在我妈的小花园就是 这一年四季 除了冬天 一直都有花坛 一茶接着一茶 看个底下南瓜羊 还有这些江西腊 最可喜的是 我妈这个美人椒 哎呀 我好久没有来了 现在呢 又长出了一个大大的花键 又开出了鲜艳的花朵 看看这个 都是以前开过的 都已经枯萎了 没想到 今天回老家 又看到了这么娇艳美丽的 美人椒花朵 太美了 一直在开 这个花键也非常的长 一个接着一个的花键 长出来 这第五个大花键了 看这大片旱河 一直在开 小叶子也非常有观赏价值 还有它这种杏红的花朵 非常漂亮 再有我妈栽种的两颗秋葵 看看多红 看着那大根秋葵 长得特别的红 看看这多百合已经全都枯萎了 现在把它给割掉 把这小花园整理一下 这个百合是修温的 冬天也冻死了 每年春天 春展花开的时候 它就该钻出来了 这个植物也特别的好养 看看有没有无花锁 今天来没有吃的 没有熟的 前一段时间我老妈摘几个吃了 现在还有几个不成熟 看我老妈这个小花园 又有花炭又有果子吃 还有一大盒子锁 这是无花锁 好了 我妈这小的经常有的 就给大家欣赏到这 现在呢 有点快乐做有鸡肥 有点明年春花用 大家看看我的这些 好 一大盒子 哎 这个就是腐叶锁 上次我筛了 这个就是腐叶锁 看看这里边都长小草了 现在先把这个敲碎 现在我上次去一个朋友家 他们家用的这个蘑菇锯包 在种蘑菇 养蘑菇 然后我说了 你们这个蘑菇锯包用完了 蘑菇掌完了 拿这个给我用 塞花石 对于咱们喜欢养花的朋友 这是最好的宝贝 你看这个 摩菇锯包 养花最好了 花钱都买不到了 这个最好的营养 拿个筛的筛 不好弄的 塞出的 整的再晾一晾 晒一晒 太不好弄了 这蘑菇味还挺浓 这个锦菇培制料 主要是以木茄为主 然后有棉子壳 麦壳 稻壳 玉米梗 然后做辅料 所以这个养花用的特别好 是非常好的机制 现在把它们称在一起 应该颗粒大点 都大点吧 实在是不好弄 撒点虫的样 这是新溜菱 拌这土里边 哇 太厉害了 哇 看看 好了 这个自制花卢弄完了 微信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